你跟我说你想挣多少钱一个月 一万以上吧 你旁边的那个少品能卖多少钱啊 我估计啊就是两千多 因为他也不怎么跟我们讲这些 我得哥啊 你在这干了一个多月 你的数据还没有我知道的多啊 你这条街我们有三个学生 什么东西卖的好 什么东西卖的不好 他们的数据大概的我都知道 遇到什么问题呢 就这个非凡临时啊 堆着这个店 他每天营有就是600左右就上不去 攀位是你的还是店是你的 攀位 在哪个城市啊 就 开了多久了 做了一个多月吧 后来学生放假了嘛就没做 你卖的是什么呀 啵啵鸡跟酸辣粉 毛利率有多少啊 50%有吧 也就一天有300块钱的毛利 攀位费多少钱啊 3800一个月 每天是126 几个人在这搞啊 当时是两个 现在有一个我不做了 现在就你一个人 对对对 人工给你算4500 一天150 水电器他怎么给你算的呀 电费免费用嘛 水的话基本上用不了他的多少 也不算费 那就固定花键 只有126加150的人工嘛 276 也就是你现在就挣个工资啊 4500 就差不多吧 今年多大了大概 年33了 你是第一次开吗 对对对 怎么想着来做餐饮啊 这个门槛低嘛 以前做什么的 以前在菜市场里面 卖鸡肉 那那个生意 估计比你这个生意挣钱吧 太卷了 一年比一年卷 明白了 你旁边的那个勺匹能卖多少钱啊 我估计啊 就是两千多 因为他也不怎么跟我们讲这些 你在他旁边待了一个月 你都不知道他卖多少钱啊 不知道 因为我没在这边待 哦 等于说当时是你和你朋友 你们是拿了两个摊位 对的 那你之前的摊位在哪啊 我之前的在另外一条小吃街 离这里就过个马路 所以说你把你那边的放弃了 来你当时朋友在这 坐的这个地方了 是吧 我没放弃啊 我这个回头也想请教一下 你什么条呢 好 你跟我说你想挣多少钱一个月 一万以上吧 来 走到前方去 360度原地转一圈 什么商圈 学校跟这个小区吧 大学吗 花园 是吧 对的 就说你这一年 只能做八个月的生意吗 是的 你刚刚算的是 3750一个月是不是 3800一个月 那也就是说只能做八个月 你就相当于是5700一个月 对对对 那就说一天的房租就是1900 人工150 你就是340的固定花销 那你现在就是在赔钱啊 每天赔40 一个月你只有3000块钱的工资 这样算下来 学校在哪个方向 学校就拉个门口嘛 到这有多远 大概100米 来 客流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 只给我看一下 对这个方向 楼上是居民区是不是 对对对 OK 镜头再左转 这条街过去有多长 前面有一个商场 100多米吧 你说大家为什么要从这来 是因为从这过去去商场 是不是 他学校出来要亲的的话 他这里是必经之路呀 OK 现在每天从这经过的客流 大概多少 学生来的话就是 人来人往的 多久人流量比较大 下午3点就开始有人了 完了就到晚上10点 工作人多还是周末人多 周末呀 你这人流是没有问题的 学生在校期间 你的人流是不差的 一点都不差 你知道没问题 但是邪门的很 做不起来呀 知道这些摊位的数据吗 大概知道 反正就是说 有的前面做的好的 都是1500以上 你给我讲一下 哪些是1500以上 最开始是一个卖西饭的 还有一个做那种饼类的 还有一个做土豆的 过来一个关东煮 最近还有一个做饼类的 这些都能打到1500以上的 最好的就是有两口子 做了个饼类的 什么饼类的用 我说他起码就是2000往上 随便有 我你哥啊 你在这干了一个多月 你的数据还没有我知道的多啊 你这条街 我们有三个学生 什么东西卖的好 什么东西卖的不好 他们的数据大概的 我都知道 卖的最好的那家 我跟你讲不是2000多 是3000多 我说话比较薄 薄死个屁 你就没有去守 我跟你讲 确实没有 你说你怎么做这个生意啊 你现在是不是还没有开门 拿镜头转过来 没有没有 那你在干啥 做几天就打扫卫生 你这一个小摊位 要怎么打扫卫生啊 我下面还有 两个摊位要怎么打扫卫生 你要打扫多久啊 打扫两天 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 学生还没开学 你它是3月1号吗 就是没两天了 昨天就已经回来了 前天就已经回来了 城东校区的 你少在这儿忽悠我 我知道 我本来想 就是人还没有天使多 那为什么 我问你 人家烤勺皮在这儿白钱呢 你摆个摊 你三心二意的 今天出摊 明天不出摊 如果你要去做摊位 最基本的 对吧 一年365天 蕾打不动 风刮不动的 做事情最基本的原则 懂不懂 来你看你周围这一圈 是不是就你没出来 还有一两个吧 那你就是那一两个啊 不挣钱的呀 可以这样讲吧 所以哥们 知道问题在哪吗 就是品对问题 改品 就是不知道做啥 把你这一圈的数据 再统计一个发过来 我虽然有 但是我不想告诉你 你要自己去统计这些数据啊 你得自己去 真亲身去精力啊 你得去看你才知道 什么样的产品卖得好 人家为什么卖得好 你要有这样的意识 他他是在这干 你能挣到钱的 他们都能卖一千五 你就能卖一千五 你自己算一下 一千五乘以0.6的毛利 一天是不是900块钱的毛利 减去你的固定花销 三百多块钱 你是不是还挣六百块钱 一个月下来 是不是要挣一万八 再加上你的人工 四千五百块钱 你是不是能挣个两万块钱 我问你相不相 相倒是相 也不知道一个人 能不能操作过来 那不能操作过来 这个学校里面 我能不能请三个小时的 零食的学生 每天下午几点钟 你就过来 我给你15块钱一个小时 花个40块钱50块钱60块钱 给一个月是不是也就才一千八 这个钱是不是就这样攒出来了 对 我今晚上讲的 你听懂没有 听懂了 踏实一点 好再见